大家好,我是Stan 5月即将回归的ESPA成员云特 这几天因为健康问题缺席了日本的演唱会 4月29号,SN透过日本官网表示 云特因身体状况不佳,根据医生的意见 决定缺席4月29号30号在日本民谷舞举行的ESPA演唱会 本公演将与Karina集结拟拟三人进行 希望退款的人将全额退款 对于一直等待云特出演的粉丝们带来担忧与困惑,真心感到道歉 目前ESPA正在日本进行巡回演唱会,与日本当地的粉丝们见面 并预定在5月2号发布新公开曲 5月8号发表新专辑回归 从去年ESPA活动之后,参加了SM演唱会 发行了SM冬季专辑,进行了Cutterbeat活动 并一边准备回归专辑,一边在韩国开演唱会 每隔一周前往日本巡回演出 回来后又去了泰国、美国、美洲出国 所以生病也是理所当然的 希望其他成员们都能好好休息,不要生病了 只顾自己的身体就好,不要担心别的事情 最近病的IDOL真的好多,希望能好好休息,健康的活动 希望云特能好好调养身体 期待能够在回归打歌舞台的时候 见到ESPA完全体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5月即将回归的IDOL们 李斯特平将在5月1号以正规第一张专辑回归 女团ESPA将在5月2号公开先公开曲 Welcome to my world 正如在5月8号以兴取正式回归 男团B2B将在5月2号以迷你第12张专辑的主打歌 Naye Badam回归 前一阵子离开YG 全员搬到新经济公司的IQ 将在5月4号以兴取回归 男团Vanus将在5月8号以迷你第9张专辑回归 女团ESPA将在5月15号以迷你第6张专辑的主打歌 QINKA回归 然后是还没有公开确定日期 但是很有可能5月回归的IDOL们 Shiny Itchy And I put DreamCatcher DreamCatcher Nature DreamCat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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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